我国的装表工艺是伴随着中国书画的历史而产生的 从现今保存的历史资料来看 早在1500年前装表技术就已经出现了 这项传承千年的古老技艺会有哪些显为人质的技术呢 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正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欢迎您的准时收看 我是杨璐 由于中国画大多画在一破碎的宣纸或者是捐类物品上 所以为了使一幅国画更加的美观 也为了保持国画的完整 便于日后的保存流传和收藏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必要的装表 装表呢也叫做装潢装持表背 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保护和美化书画以及杯贴作品的技术 下面我们就和您一同走进书画的装表世界 一起去领略这项技术背后所蕴藏的博大的中国文化 这里是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场大街 在这条街上有一座古色古香雕梁画洞的 高大房古建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走进之后 荣宝斋三个烫金大字映入眼帘 荣宝斋精湛的装表 装针和古旧破损字画修复技术被世人称道 多年来 荣宝斋的装表艺人们 以娴熟的技艺 装表和修复了大量的古今书画艺术品和名人墨迹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荣宝斋 一起去领略一下 五国传统手工书画装表技艺的独特魅力 眼前这位老师名叫王勋静 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装表修复技艺和古字画装表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从事传统手工装表工作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 书画装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与书画作品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装表就是衬托这个书画 使这个艺术品吧 更加那个美丽 张言说有一个那个什么 三分画七分表 也是当时有点夸张啊 也是这个说明这个装表对这个书画的那个那个 重要作用 走进荣宝斋的装表车间 感觉空气里的相对湿度比较小 空气比较干燥 温度大概在二十二到二十三十十度左右 形象点说 这种温湿度的感觉比较像北京的秋天 而且没有一扇窗户打开通风 这是为什么呢 先说温湿度的问题吧 以前没有恒温设施的时候 装表师傅最喜欢的装表季节就是秋天 如果气候太潮湿 表件还没干透就发霉了 颜料也容易脱色 气候太干燥呢 表件贴到墙壁上收缩太快 容易发生崩壁 关闭窗户的原因之一 是不让室内外空气形成直接对流 这样 书画表件会缓慢的自然收缩和干燥 不会发生崩壁 原因之二呢 是为了防止灰尘和杂物进入室内 影响装表时表件的平整度 这一面大墙叫做贴化板 是表件或材料染色后 贴在上面晾干时专用的工具 贴化板一般有固定式和移动式两种 固定式贴化板就是这种大面积宝墙 尺寸要根据表画车间的墙壁来定 面积越大越好 移动式贴化板可以移动 尺寸可根据装表车间的活动空间来定 方便灵活 这是表画台 表画台的板面一般用大漆打底 刷成珠红色最好 表画它的台面之所以选成红色 是因为红色的台面在宣纸香料等进尸后的透比度 要比其他颜色的透比度要高 便于师傅们掌握上水上浆后 书画作品颜色是否正常 表画台要保持整洁 材齿是方材书画表件时取材编料的直线齿 材齿要求平直光节 材齿的材料要选用木质坚硬 不易变形的木料 用有机玻璃做材齿更好 使用透明的有机玻璃材齿 在方材划心时可以透过材齿看到划心边际的印章提字等 校准划心 准确材编 量齿是用来丈量尺寸的标齿 一般常用的有式质和公质刻度两种 在装表书画作品时 为了保证作品的精准度 不可以使用皮卷齿或刻度不精不规则的齿 这块大的木板是裁板 它是用来裁切书画作品时用的垫板 裁板有大有小 可以根据书画作品的尺寸进行选择 裁板的板面必须平整 裁刀也称切刀 可选用裱画专用工具刀 马蹄刀 也可用美工刀 这就是装表师傅 试用频率最高的排笔了 上水润脂 姜水脱化 都用得到它 它是由多支竹管羊毛笔 并排穿杂制成 排笔蘸姜 好比书画家用墨 要按须吸水 这个须字要靠装表师傅多年学习 自己掌握了 吸多了 纸面太湿 拿不起来 吸少了 排笔太干 容易把纸面刷破 另外 排笔的行刷走向是有规律的 要按照从右到左或从上到下的方向 一笔笔的排刷 不能没有顺序的乱刷仪器 这是用棕鲤的液鲜纤维制成的棕肘 是装表时的必备工具 主要用于画纸上浆后 上墙 绍水等工序中 棕肘的种类很多 有排刷用的刷肘 刷浆糊用的糊肘 装表的材料 主要有宣纸 浆糊 名 卷等 工艺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准备好了装表时需要的工具和材料 接下来咱们再去解读装表的整个过程 在解读装表过程之前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书画的装表都有哪些形式 说到装表的形式呢 王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咱们一起去听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这实际上打个比方说 就是衬托那个书画 让书画显得更美 就相当于 这人怎么穿衣服 你看穿什么衣服漂亮 你要是比如说长得那个并不漂亮 但是说他穿的比较搭配的比较合理一点 就显得精神美丽 所以说书画装表的形式是根据书画作品来定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书画作品看起来更赏心悦目 装表的形式 装表的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挂墙观赏和暗头观赏两大类 挂墙观赏的形式有立轴 镜片 对联 平条 横托等 暗头观赏的形式又分为手卷和侧印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 立轴又被人们称为条幅或者挂轴 它可以自上而下挂着工人观赏 立轴的大小一般根据张挂石墙的高低 长短比例以及收藏者的要求而定 这幅书画作品的形式叫做镜片 您看 它在书画作品的四周 相加灵 券 色质等香料 布装轴杆 将表件装在镜框内 悬挂 工人欣赏 镜片一般悬挂在 会堂 厅堂 居室等 镜片有大幅和小幅之分 既可工人欣赏又起着装饰环境的作用 横批是横长式的画心 左右两边装杆计绳 将表件横挂的装表形式 现在 横长式的画心一般采用镜片的形式表现 横批比较少见了 对点也称字对 是书法装表中常用的一种形式 表件比较窄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与中堂合挂 这是一堂平条 平条的内容 一般为春夏秋冬景 梅兰竹菊图等等 一堂平条要求长短 宽窄 质地 必须一致 扇面 是把扇面上书写绘画的作品 经过装表 加工成为一种新的装表形式 侧页的装表 根据书画作品的横竖及形状 分别表称蝴蝶桩和推棚桩 像这种左右翻阅的 被称为蝴蝶桩 而这种上下翻阅的 被称为推棚桩 这样的装表形式 可以使许多幅小型的画页 方便人们的欣赏和收藏 这是一幅韩西仔夜宴图 它是中国画历史上 比较有名的作品之一 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 描摸了南唐巨画 韩西仔家开宴行乐的场景 您看 手卷可以一边欣赏 一边手卷 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书画装表形式 一般 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较高的 横幅书画作品 以手卷的形式装表 书画装表有这么多的形式 它们在装表技法上 有哪些区别呢 基本上操作 那个技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这种 最后这种作品的形式不一样 怎么样观众朋友 书画装表的形式 是不是已经令您眼花缭乱了呢 其实书画作品的装表形式虽然很多 但是在装表技法上 不外乎 拖 拉 相 附 这几个字 所以今天咱们就从众多的书画装表样式当中 选取出最常见的立轴装表 来为大家展示一下书画装表的整个过程 听王老师讲 如果一个人想从事装表工作 至少要三年才能出图 这三年时间还得是这个学徒 对这门技艺感兴趣 头脑灵活 手脚利索 那么 这个学徒工来装表车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您看见这一盆盆的浆糊 对了 作为一个传统手工装表师傅 第一件要会做的事 就是做出吸筹合适的浆糊 王老师说以前他们做学徒的时候需要把面粉一遍遍的淘洗 直到把面粉淘洗的只剩里面那点淀粉 然后才能制作浆糊 这样做出的浆糊用量很少 粘度很强 现在制作浆糊 省去了洗粉这一步 直接使用小麦淀粉 因为小麦淀粉在加工时直接被洗去面筋 所以用来制作浆糊 正合适 首先 将小麦淀粉用3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调成粥状 再用废水冲调 直至浆糊变得白而透明 用排比沾去吸筹合适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稀的浆糊 另一种浆糊比较稠 同样也是用温水调成粥状 然后用废水冲调 一边冲 一边使用木棒搅拌杂打 直到浆糊发出光亮 由小泡出现为止 浆糊的吸筹不同 在装表时取决于在装表的哪个环节使用 所以就做浆糊这简单一步 就够学徒好好研究几个月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如何脱画心 什么是画心呢 一张张没有经过装表的画家原作就被称为画心 装表记法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托字 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理解 托就是把画心底面粘上一张宣纸 再把画心和宣纸一起粘到墙上的过程 这话说起来简单 咱们来看看师父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明代周家咒在装潢志中记载 而宾主定当欲为着定装饰 彼此一切 然后从事 则两获领终之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书画的收藏者与装表者 一定要预先研究 确定作品的装表形式 然后再动手 才能获得双方都称心的观赏效果 所以这装表的第一件事就是沟通 了解了收藏者的装表要求 装表师傅就可以开始手头上的工作了 装表师傅在脱画心之前 先要检查一下画心上有没有杂志 把余画无关的杂色和表面服装都去掉 比如在绘画起稿时留在纸上的探笔痕迹 在没脱画心之前都要用橡皮轻轻的擦掉 否则画纸一旦被浆糊粘尸后 想再去掉就很难了 画心上的杂质和污污去除干净后 就可以脱画心了 脱画心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飞驼 一种是湿驼 采用哪种方法脱画心 由画心是否蕴染泡沫来决定 取一小块宣纸粘水 在画心有色彩的位置点一下 然后拿干宣纸压一下 看画心是否掉色 如果掉色的话 采用飞驼的方法脱画心 如果不掉色的话 采用湿驼的方法脱画心 飞驼时 由于画心不能着湿 所以把宣纸刷上浆糊 再把画心背面向上放在表画台上 把刷上浆糊的宣纸覆盖到画心的背面 再把画心和宣纸一起粘到贴画板上 由于湿托的时候 画心可以着湿 所以把画心背面向上 平铺在表画台上 刷上溪糊 刷的时候 注意不要反复涂抹 以免将画心刷碎 刷完之后 它要注意检查一下 把遗漏在画心上的笔毛剪出 取张和画心大小匹配的宣纸 卷起来 从右到左覆盖到画心上 在宣纸的四周刷上浆糊之后 把画心连同宣纸一起拎起来 贴到贴画板上 贴的时候 画心边缘留一个小口 方便师傅往里吹气 这样吹气之后 画心中间不会贴在贴画板上 方便日后把画心从贴画板上取下来 这样 拖画心就完成了 看来这装表真是大有学问的 就光拖画心这一项工作 就足可以考验出我们装表师傅技术的精湛程度了 人们都说慢工出细火 这句话用在书画装表上 真是恰如其分 这不拖好画心之后呢 我们要静待三天 才能够进行下一道工序 这又是为什么呢 贴画板上的画心 不要着急下壁 要等待三天以上 画心真正干燥的时候 才能把它们从贴画板上接下来 画心在壁上的时间越长 经过反复伸缩 越平整 下壁的时候 先从下角开始 慢慢向上接起 画心从贴画板上取下后 平放在彩板上 先把字画靠边的那边拉齐 以此为标准 把齐边的两边堆在一起 在另一边 将应该裁去的部位 扎一个针眼 放平 按照针眼 裁去不需要的部分 再把画心对折 两个齐边对齐 两头扎针眼 按照针眼 裁掉不需要的那部分 这样就把画心四周 用不着的部分裁掉了 画心方材完成后 就要拉活 拉是咱们装表行内 约定俗成的说法 其实就是用刀切滑 按照画心的尺寸 方材灵子 灵子在使用之前 要和托画心一样 托上宣纸 将经过裁剪的林子 染色后 平铺在表画台上 使用姜刷 刷一层稠些的浆糊 用排笔细细的过一遍 然后将纸从右到左 覆盖到表画台的林子上 用排笔扫平后 蘸取西姜 刷到宣纸的四边上 之后 把林子和宣纸 一起贴到贴画板上 两干之后 把林子从贴画板上接下来 等待使用 拉火 就像给画心 才配一件合适的衣料 相表之后 使画面的主题更加突出 记着锦上添花的作用 画心的新旧 内容 颜色 是决定给一幅画心 相配什么颜色 什么材料的关键因素 比如说 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心 用米色或者白色的领料来培衬 就显得比较合适 而一幅书法作品 色调虽然深 但是并不艳丽 可以用茶青色或者淡青色的领料来培衬 总之 相接在画心上的零炫材料 不能反倒比画心的色调还鲜艳 只有做到 相接材料与画心相得益彰 才能突出画心的美 使装表完成的作品 有大方美观的效果 所以在装表之前 对相接材料 材质和颜色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幅完成的利轴作品 从正面来看 它包括 桃带 桃圈 天杆 天头 边 画心 橘条 地头 地杆 轴头 这几部分 现在画心已经方材整齐 我们需要从林子上 采取天头地头和两边 把它们与画心拼接在一起 那天地头和两头 需要裁多长多宽呢 关于相接材料的尺寸 也要参考被装表人的要求 来进行测量和采取 如果被装表者 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 需要装表师傅 根据画心的长短和宽窄 进行合理的计算 表件的长和宽要相呼应 这一点要靠装表师傅的审美感觉 和长期的实践经验 感悟出来 刚才呢 我们按照要求 已经把香料量好才齐了 接下来就需要把画心和天地头 以及两边组合在一起了 到这里呢 细心的朋友一定会问了 我们怎样 才能够把画心和天地头 粘在一起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我就不能够给您 解答这个问题了 如果您想知道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了 转眼30分钟又过去了 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 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 请您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